佑 佛高佛望 一切众生在生死中 念佛之心 念佛如是 但信念不止 定身佛前 一得往生 既能改变一切诸我成大慈悲 那么这些都是观佛三昧经上所说的话 师尊告诉他的父王 一切众生在六道轮回当中 这个生死就是只六道轮回 念佛之心 念佛如是 众生 生死轮回 所谓是轮回心 造轮回业 轮回心的核心 就是末之 法相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莫那是 坚固执着阿赖耶的一分 阿赖耶这个妄想很大了 执着一分 一分的相分 以为是自身 产生了身间 这个念头生起之后 坚固地执着 不肯舍弃 那么在佛话里面讲的 哪一天使妻 他就真的会透露 就能回归自己 就能够语言成佛道 可是回不了头来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为什么 四十真相 他没搞清楚 所以他转不过来 只有四十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了 真放下了 那这一放下了 就其如自性 小臣正需托反骨 大臣菩萨五十亿个阶级 他就证得粗性位了 粗性位虽然是很低 但是他一定是循序渐进 他不会退转 为什么呢 粗性位就真的位不退 换一话说 他只有向上竞身 竞身快慢了 不一样 那有关于前度 如果勇猛精进 他可以提升得快 比较懒散一点 他进步慢 他决定不会退转 这众生在生死当中 是这么一回事情 坚固的我执 与我执同时起来 贪嗔职 坚固的执者叫我执 跟着我劲一起 生起的我爱 这个我爱就是贪 这个我慢就是称慧 称慧的一份 我和是我吃 你看我爱 我慢 我吃 贪嗔职 三毒烦恼 跟这个魔剑 同时生起 所以莫娜时 是四大烦恼 长相随 我们不能不承认 只要没有转世 臣致 这四大烦恼都在 到什么时候还在 到受法界的佛法界还在 这个问题严重 怎么转 也转不过来 如来 有方便 这是讲到我们这边的方便利用 这个方便法是什么呢 就是 夜深六字鸿鸣 功夫真的利用 二六师中 名号不断 你看 他能够把 我见 我爱 我慢 我吃 用一句名号 取而代之 这一句话的意思 是叫我们 把轮回心写起 把念佛的心 生起来 用念佛的心 代替 六道轮回的生死心 这就对了 我们说佛 学这么多年 这个道理 基本上明白了 一切法从心向神 只要那个心转过来 就是了 所以 一切法决定在心态 我们不要相信别人 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 佛法讲信 的确跟一般宗教讲的不一样 一般宗教 第一个要信真神 要信真主 这第一个 无条件的 佛法里面 第一个无条件的 是信自己 欧耶大师在药节里 讲得好啊 第一个信自己 第二个信他 他是什么 他是佛 我们修净土 信阿弥陀佛 信释迦牟尼佛 首先信自己 不相信自己 信佛也没用 佛帮不上忙 大乘教里面 世尊跟我们说的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自己本来是佛 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 也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相信自己 本性本善 所有一切不像习性的 不像是轮回心的 本善是佛心的 是你本来是佛 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你舍了自信 不是真的舍掉了 你了 不知道自己有本善 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 这些话 全是佛在大神经里面 常讲的 我们要真的搞清楚了 真的明白了 那下面你看 佛告诉我们 但能信念不止 定身的福气 这是说 尽宗的学人 信是什么呢 挂在心上 我们讲牵挂 你心上别牵挂别的 牵挂别的都是六大轮回 你就错了 你应该把牵挂阿弥陀佛 你就对了 这个信念的心不能中断 二六十中 心上真有佛了 真正有阿弥陀佛了 每天的功库 身 礼拜阿弥陀佛 一天 至少拜三百百 这也是非常好的运动 口 念阿弥陀佛 有定库 有善库 定库是早晚库 早晚库 至少 要念三千声符号 不读我 如果你有时间 工作 不读 不忙 最好能念一万声符号 定库 念佛号之前 最好念一部无量寿经 或者是念一部阿弥陀佛 多好 有充分时间的 念这个无量寿经 信心坚定 没有丝毫怀疑 愿力恳切 愿生净土 念经的时间就可以缩短 你要弥陀经就好 无量寿经太长了 如果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 还不够清楚 了解还不够多 疑惑没有能够彻底断除 那就念无量寿经好 无量寿经讲的详细 慢慢念久了就明白了 道理在此地 真地一点怀疑都没有了 念弥陀经就好 就不必念无量寿经 为什么 这次名号是主修啊 这个要懂得了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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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年堂定阔之外 其他的时间叫散阔 想起来就念 到哪一天呢 你 二六十钟就 二十四小时 这个佛号自自然然不间断了 恭喜你 你功夫成片了 你的见死烦恼没断 你这种功夫确实 能够把见死烦恼控制住了 虽然不断了 他不起作用了 在这个 这种功夫 就能够自在往生 你想什么时候走 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 那么你觉得这个世界 众生太可怜了 灾难太多了 想留在这里 帮他们也把心 不碍事 世界灾难再多 灾难就在你面前 你也能平安无死 这什么 共业不同啊 他有遭难的这个共业 你没有这个共业 所以佛菩萨会照顾你 护发神会照顾你 你是来帮大家忙的 你帮助众生这个圆境了 你这份工作做圆满了 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定生福浅了 你看这个字用了都肯定 让你一丝毫 一律都没有 亦得往生 既是凡神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既能改变一切助我 称大慈悲 彻底断我修宣 彻底专迷为悟 什么时候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既实施 凡神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一如是 真正不可思议 臣大慈悲 说明他不是小臣 小臣没有大慈悲 由此可见 西方极乐世界是大臣 徐托华 阿罗汉 生到极乐世界 也成大慈悲 他的心量 立刻就脱开了 自心里脱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这是本思 阿弥陀佛 本愿 微神加持 所致 黄老 跟我们说 以上 世尊 大慈 至孝 劝父母之也 我一去念佛 这个用意很深了 我们在此地 要深深去体会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度他的父亲 不说别的法门 我一去念佛 可见 中正行门 非不殊胜 但非繁重之所能修 大致 大致法门 真的 无比殊胜 我以什么世尊 不让他父亲 修别的法门 没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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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劝他吃粥 没有劝他研究教理 只劝他念佛 我们都多想想 我一有细心念佛法门 罪是应激 但能依教念佛 定能往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给度说 就是成佛 虽然在同居族里面 没成佛 方便族里头 也没成佛 肯定一身成佛 他无量寿 寿命长 肯定成佛 而且 果然是善根 佛的因缘深厚 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改变法门 也不想修别的 就这一句名号 念到底 他成佛口快了 什么原因 他得念佛三妹 佛在大臣教里面 讲的很多 念佛三妹 三妹中亡 注意有没有记得出 这一句话 三妹是禅定 念佛三妹 是三妹中亡 无比殊胜 定能开会 那三妹之亡 他开的智慧 肯定是 究竟圆满的 不如智慧 智慧一开 摄风三世 一切祝佛所说 无量无边的法门 不就全通达了吗 祝佛如来的 道理神通 万得万得 不就同时居足了吗 这是真正 成佛的捷径 这个法门 到哪里去找 虽然在中国 很普遍 但是念佛的人 很多 有几个念佛人 真正明白 这个道理 真发心去干 真发心去说 万元放下 才叫真发心 你的心真清净了 真得受用了 各受用之后 再理他 再帮助别人 你还有没放下的 你对于这个 道理 事实真相 你还不够透彻 所以你还没能放下 真透彻 真明白了 知道千经万人 不出一句佛 只要把这句佛 通了 通到什么地方 通到自信 一切经教 事出事法 没有一样 你不通到 一道往生 便能转卧成善 前面说 既能改变一切 助卧成大慈悲 这个地方讲的是吧 便能转卧为善 念佛之方便 妙用 行事无语 应邦大师 叫人 把死字 贴在 额头上 这个意思讲的是 时时刻刻想到 我就要死了 我常常叫人 把今天这一天 看作我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天 也是这个意思 我在这个世界 只有这一天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如果我还有明天 还有后天 还有明年 还有后年 那你牵挂的事情可多了 这些牵挂的事情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为什么呢 那是生死当中的牵挂 如果我知道我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今天应该干什么事情 除了持名念佛之外 我什么都不干了 你们想想看 是不是 群心群意 求生净土 我有同情心 我有怜悯心 看到这个世界 许许多多苦难的众生 这里面还有自己家庭眷属 我真的想帮助他 现在不行 心有余 而力不足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见到阿弥陀佛 就得到阿弥陀佛 所加持的阿维悦之菩萨 我能不能立刻再来 能 立刻就能回来 回来你就有像佛一样的 智慧神通道理 善巧方便 你就可以帮得上忙 那你要不回来的话 你帮不上忙 明白这个道理 自是真相 你这个佛号 就不离口了 你心里头 再也不会有 那那咋咋咋东西了 你所想的 就是阿弥陀佛 真正不可思议 这才真正体会到 念佛的方便 没有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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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